台东的年轻人 他除了面临就业问题以外 他面临到另外一个抉择性或者是家庭 会改变的叫医疗性的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案例 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孩子 大概是四五岁的孩子 他不明原因的发生了全身的僵子 送到我们台东已经算是最好的医疗单位 叫马戒医院了 马戒医院的医生非常详细 非常仔细的去对他做诊疗后 发现我们台东的医疗结构 不论是设备或者是药物 都没有办法及时的救助这个孩子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要转诊 要转诊到我们的西部城市 比如说最接近的是高雄或者是花莲 这个孩子的家庭他本身是有经济基础的 那他要转诊的时候发生的是转诊不顺利 当我们的马戒医院要转诊给西部的 接几间医院联系上 因为没有病床而被拒绝 那孩子的生命是一直到了南回公路的半路上 才能定调说 他为他的下一步可以去到哪一间医院的时候 假如一直联系不上 那这个生命会不会就忠实陨落在南回公路上 那这就是我们台东的很大的悲哀 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我们的脆弱不是来自于我们身体经人以外 我们的脆弱是来自于我们的医疗 没有办法附和我们的照料 第二个案例是 他本身是一个经济状态是非常不好的家庭 但是他的癫症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是台东的医疗结构没有办法辅助他的那也必须要转诊 那他的转诊呢 他遇到一个最大问题是找得到转诊愿意接受的一个西部城市的医疗中心 他面临的什么 他面临的是转诊过程中的救护车的医疗支出 跟随车的医护人员的支出他负担不起 他最后很辛酸的一面是家属在急诊室的讨论过程中 假如去不一定能救活假如去不一定可以救好 又碍于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转诊的费用可以去支应这个救护车跟这个医疗能力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放弃他了 那这个又回到我讲了 为什么我们台东人的生命都要相对比西部城市人来的脆弱 很多以台东现况来讲 我们有太多的东西是卡在于很多工部门的设置跟限制 所以在很多属于中央级工部门的设置限制的前提之下 我们就非常需要有一个有力的民意代表的中央级代表 来跟地方来合作 不然的话事实上我们很多的声音 就只因止于所谓的入案办理是个字 那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改善啊 这对我们地方民代来讲 会是一个很冲击的事情 台东需要一个可以把 地方的声音带回中央的人 再把中央的资源带进地方台东的人 那我认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多 最适合的人就是我们的赖昆成赖立委 所以我希望在这一次的立委选战 这么关键的一席 我们可以来全力来支持赖昆成委员 让他来担任这样立法委员的职务 协助我们台东人 把我们最迫切的需求转到中央 把我们最需要的资源带回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